穿越名人和大蛇丸达成了摧毁木叶的合作 中人考试期间大蛇丸从正面进攻杀掉三代火影 而名人主要负责解决团葬和整个根骨 不过这些都是名人为父亲四代母重新上台执政做的铺垫 到时候反对者统统杀掉 让老爸四代母火影替他掌控木叶 而他就可以腾出手来和左猪一起去找徒子哥报仇 甚至就连与大蛇丸合作的身份名人都已经想好了 还有什么比神秘面巨难更让人恐惧的呢 但距离中人考试正式赛还有一个月时间 次日名人来到左猪的住处 说要交给左猪一个很厉害的人数 于是就屁颠屁颠跟着他来到了木叶后山 这次名人是想教左猪使用螺旋丸 螺旋丸是四代木水门开发的人数 不仅不需要结印还不用配合血轮眼就能释放 虽然是雷级忍数但威力可不逊于S级的千鸟 名人将一枚螺旋丸射向一棵大树 只见树干进阶摧毁木屑四处飞舞 巨大的树干直接被贯穿出一个大洞 左猪双木顿时冒出了兴奋的火焰 随后名人将螺旋丸的修炼方法教给了他 中午时分左猪就完成了第一阶段 将扎克拉注入水球内并将其冲破 另一边团葬也知道了名人已经获得九尾之力 所以必须要把他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于是立刻下令捉拿九尾人助力 此时团葬身后大蛇丸从地面缓缓出现 他想让团葬在自己攻打木叶时不要出手 就像当年九尾之乱一样 并且还嘱咐他一定要看好名人 到时候不要让他妨碍自己杀掉三代木 因为大蛇丸拿现在的名人根本没有办法 所以也只好交给团葬来对付 毕竟团葬右眼的血轮眼还是很强的 虽然大蛇丸之前已经和名人达成合作 但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相信这个老伙伴 团葬一听大蛇丸要干掉原非日展就高兴得不行 再加上如果自己用右眼的能力控制住名人 那就是如虎添翼 到时候就算是自来也和刚手联手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这笔买买仔细算下来他着实不亏 此时我们回到明左二人修炼地 经过一下午修炼的左柱已经掌握第二阶段 用查克拉称爆橡皮球 但已经筋疲力竭嘴里嘟囔着我不行了 查克拉也已经用到了淡尽凉绝的地步 明远打量着左柱软绵绵的样子说道 你听说过柱间细胞吗 左柱摇头表示不解 明远紧接着开始解释 柱间细胞顾名思义就是初代火影牵手柱间的细胞 传说移植了柱间细胞就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查克拉 而且移植柱间细胞对你来说还有个新的好处 那就是你将来开启万花筒血轮眼时 就再也不用担心使用过度会失眠 听到这句话左柱瞬间更猛了 立马追问明远什么意思 明远看着他正色道 万花筒血轮眼是与之波一族的人在受刺激后 开启了不同能力的血轮眼 我之前的神威血轮眼就是万花筒血轮眼的一种 而频繁使用万花筒血轮眼就会面临眼睛失眠 解决这个弊端 要么患上至亲之人的万花筒血轮眼达到永恒万花筒的境界 要么就是一只柱间细胞获得强大生命力来解决这个隐患 而柱间细胞在大蛇丸那里 到时我自会帮你取回来 至于万花筒血轮眼在你杀死幼后自然会开启 左柱一听顿时恍然大悟 同时更加坚定了杀死幼的决心 两人说完话已经到了傍晚 明人意识到有人监视便让左柱先行离开 随后自己也开始缓缓向家里走去 突然树丛中跳出四名根部将明人团团围住 漩涡明人请跟我们走一趟 明人见状丝毫不慌 洗脚还是蹦迪你说走我就走了 四人虽然听不懂但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 于是准备动手强制带他回去 明人见状展露出强大的九尾杀气 趁我今天心情好赶紧滚 他们不信明人会在村子里杀人犯大忌 于是一人开始怒骂道 你个臭妖狐别太嚣张 你敢杀我们吗 明人冷笑一声发动九尾查克拉涌出几条巨手 将几人活活捏成了碎渣 看着地上近是血迹斑斑的一片 明人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即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躲在暗处的东幕堵了整个案发过程 离去后准备向大蛇丸禀告此事 而几人临死前发出的惨叫声 吸引了正在附近巡逻的红豆 紧接着他就感应到了九尾恐怖的扎克拉 于是便急速朝着案发现场赶去 红豆率先赶到紧接着还有三名龙套上人 根据死者的服饰断定是根部的人 不仅全身骨骼尽碎 就连脑子都被人残忍地捏爆了 将尸体收入封印卷轴后便向火影办公室赶去 三代目听完汇报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便遣散了红豆等人 将卡卡西找了过来并把此事告诉了他 卡兹哥顿时满脸的震惊 不过三代目叫卡卡西来并不是要追究名人的过错 他明白名人已经被团葬盯上了 再加上大蛇丸如今已潜入木翼 目的很可能就是想在这次中人考试上对木翼发动袭击 而名人是现在他们手上最大的王牌 所以三代目要卡卡西务必保护好名人 接下来佐助学会螺旋丸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卡卡西